这个中医用手捏骨头治疗骨折 中国传统正骨疗法竟如此神奇 在河南省洛阳市一家正骨专科医院里 每年接待患者达上万 这里的医生有一手高超的正骨技术 皆源于中国传统医学 记者来到诊室 正巧张金东医生正在接待一位骨折病人 医生的一双手仿佛能够直接握住患者的骨头进行治疗 据了解张医生如此高超的正骨技术 离不开其父亲的轻身传授 张医生的父亲是国家级非疑保护项目 张氏回一正骨的传承人 你的孩子主要是脱胃 脱胃的骨折 骨折刚好是把骨折那个软骨 它就会撕脱出来 知道吧 骨头断的 这个分钱断的骨头好办 对吧 你的孩子这个病都是 也就是说在骨头里面 一百个里面也就斩三到五个病 俗话说得好 伤筋动骨一百天 骨折的愈合期不但艰难漫长 还存在着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数 这时候 小甲板固定术就派上了用场 它是中医传统正骨疗法必不可少的工具 其制作过程竟如此讲究 画面上 医生在制作的就是正骨疗法后 在患者骨伤处固定的木板 这种固定方法叫做小甲板固定术 医生会将剪好的木板两头用胶布包起来 其目的主要在于保护患者的皮肤 除了常见的木板还有一种特殊的小甲板材料 圆书纸牌子 这种颜色发黄的材料 并是古代工体用来书写即文用的纸张 相较普通木板 它具有很好的柔韧性和透气性 此时 刘刚医生正在带领他们的徒弟们做纸牌子 他们会根据每位患者的患病部位 以及自身情况来制作专属于他们的纸牌子 叠的时候要随骨随形 给你它解剖的位置 还有它的粗气来叠 纸牌子叠成型后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只见刘医生用剪刀 将纸牌子的边缘剪成了锯齿状 这样有便于患者的关节身躯 纸牌子固定方法透气轻便 为患者减轻了不少术后的负担 除了小甲板固定术 治疗骨伤病人还需要一种药物 中国传统艺术将它叫做截骨丹 这种截骨丹被制作成膏药后 贴在病人的患处 对骨骼的生长有着非常好的疗效 如今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 各种骨伤疾病接种而来 这对于传统骨伤学科来说 是一种新的挑战